近日,艾德章美颜继承为 这名处全球品牌形象代言人之后 又成功拿下烧酒,骚扬代言人 品牌解释说 具有清爽形象和独一玩的音色 多才多艺的魅力的美颜 符合新养的产品特性 所以被选中成为代言人 本月内将公开美颜登场的电视广告 正式进军首都圈市场 可见美颜国民度有多火 且前脚公开的这名处代言 美颜是第一个 且唯一一位全球品牌形象代言人 空将拿下最高抬头 其实从18年出道开始 美颜一直是团队各自到第一的 但经过她的努力和坚持 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今年,美颜不仅有电视剧资源 而且拥有自己的电台节目 同时还是音乐节目的主持人 多方面发展的美颜都做得很好 所演唱的OSD约下明慧 更成为美颜第一手进入 Malantop100的OSD 也成为五代女爱豆个人演唱的OSD中 第一手进入Malantop100的OSD 实力可见一般 爱豆韩社每日结束最新韩语 欢迎你赞和订阅哦